这应该都是猎枪 枪的价格万多块台币 这里有真枪啊 在美国好像有枪证就可以买 我觉得很漂亮耶 买个子弹分送给亲朋好友 这个五汤哦 女色衣服 它是管制子弹 有枪你可能还没办法开 来到这里最惊奇了 这里是美国当地的平安夜 12月24号 这里平安夜洗衣室 家家户户都要回家去吃他们的团圆餐 大家要聚在一起 大部分的商场都会提早下班 所以我们今天就提早出门 这预计来这个提供品店 都会去Outlet 一个shopping mall OK 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吧 来挑选要给大家的礼物 我们第一个站先买西伯克 它那个还有冰 它这个是湿热冰吧 berry 樱桃 可乐 strawberry 你先去点西伯克 我想要替你点餐 注意听好 我还翻译机 对 没拿出来 Holiday Latte Colamore Yes Very big Hot Hot 2 Can I have your name 它说什么 你的名字 Andy 很像 Yeah So just two Venti Cromo Brulé Latte high is going to be 1270 70 1270 OK OK 可以吧 但是你一开始听不懂是什么 你还问我说他说什么 刚开始那个我真的听不懂啊 看那个原名你也听不懂 你的名字啊 你刚才说Andy 恭喜你的第一次点餐成功 接受 成功 我买了一个洛杉矶的 城市杯 给我爸爸 因为他最近都有在收集 OK Give me just one second One second 等他一下下 哦 哦 Are you Andy Yes Andy Andy其实是我幼稚园那个时候 老师帮我取 You are just traveling right now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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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了他们当地的体育用品 专卖店 听这里有人说跟台湾的体育用品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规格 那我们进去看看 挑一些礼物跟大家做抽奖 哦对球棒啊 这一次没办法带过来 但是我有打击练习嘛 所以我一定要挑一支球棒 好多哦 W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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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打文件哦 WOD是什么意思 WOD就是木啊 这好轻哦 这球棒怎么那么轻啊 我们台湾这种品牌啊 马路局这种 这都是进口品牌 这就带不回去 要不然就可以当大家抽奖 40块美金 你还有要买手套啊 手套就带得回去了啊 他们这些东西啊 都锁起来 你看他都怕人家把它带走 300 9000 那边还有耶 那边还有好多手套 挂在那里应该是比较高级的 好我们现在逛到打击手套区 这有大联盟标志的应该看起来比较厉害 我可以带吗 刚好 那应该很多人都可以带了 你的手蛮长的 大家应该可以 是我蛮长的 那这个就买回去给600块的朋友抽奖 你花600块 然后这1200多块的东西 我们这样 转过来又看到一大堆了 我们现在先物色这个 那我们再往后看 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超多东西的 先把它放回去 等下再来看 这个是目标一 找到看有没有更特别的 真的跟我们一般的体育用品店 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美式足球 这也是超大的 为什么有一些钉鞋是这种高筒的 可是我好像没看过你穿高筒的钉鞋 我当球员都嘛 多穿高筒的 真的吗 抱歉走欸 因为我的脚踝 我有习惯去扭伤 我的脚韧带是松的 所以我一定要穿高筒 如果在肌鞋运动 我一定要穿高筒 我们来到到齐的区域了 我看这件帽子 好好看喔 只是我不适合戴这个扁平的帽子 郁城说要反后代 这蛮好看的啊 可是太大了 这个可以买回去让大家抽奖 它那个红色是哪对的啊 天使 我觉得红色好好看喔 比较香 我们再买一点 让大家抽奖 好可爱喔 但我们还没有baby 70块 2100 但这如果抽到他们家没有baby 怎么办 可以留给我啊 帽子比较大众啊 我们都还没到这些球场 结果我们已经在这里买成这样 我们去球场 小东西的话 可能给看影片的观众朋友抽 现在这个是for 会员群组的 会员群组还是要给更多的福利 我们在每一部影片的其他地方 都会有一些小东西抽给大家 但这种东西是要给我们会员群组的朋友 这方面也是为了要谢谢你们一整年来对我们的支持 对 哎呦我看到了 好漂亮 哦 这顶好好看喔 好就不用选了 今天算第一次来到他们的mall 啊这些球场我们都还没去过 所以我们就先买这一顶跟这一顶 这一顶后面是可以移动的 这一顶后面是没办法移动的 它的头尾是39 那我们就带回去给我们的频道会员抽奖 这一点换算下来大概都要在1400多块1500块左右 这一些帽子大家有喜欢的 别图私讯粉专 但是这东西因为毕竟是代购 可能必须先汇款 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这一些看哪一个你喜欢 跟那里好不好 这算做服务的啦 那边没打击手套了 所以我们就去买打击手套 回去抽奖 给我的频道会员 手套 这个白色的其实蛮好看的 很特别我觉得 那是什么黑色的 美国人有一个缺点 让你放你知道吗 假设这个是白色 他不要 他就放到黑色的地方去 我昨天是看的觉得超烦的 对于我这种人我觉得no good 白色的 你看白色拿起来变蓝色 手要直选 一个50美 频道会员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 第一次买球棒 拿出就要带装了 那买了三顶帽子 但是这一顶是爆扫的 这两顶就给频道会员做抽奖 这两顶是我在这里看到 我自己都很喜欢 这个是国庆日的 这个是一般款的吧 然后还有一个打击手套 在这里 这些都是给频道会员做抽奖 答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这球棒因为带不回去 所以我们可能打击练习之后 可能就留给这里的朋友 我要跟你说 什么 我那顶帽子才8.49元 哦 那么便宜 但是它只有一顶 就只有一顶 是我的 抱歉咯大家 好 所以这我们的 Dikis 这一间体育用品 真的跟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是不太一样 里面其实有棒球 篮球 美式足球 高尔夫球 网球都有 我刚刚有看到 所以那他们属地主意 这也是洛杉矶 所以会有稻籍 以及天使的东西 我们前往下一站吧 雷狗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点 我的天堂 台湾 Otlet Ontario 这个台湾人叫十个门的Otlet 因为它这里总共出口十个 所以超级大 刚在停车的时候 故意把车停在Uniculo的这边 这样等下要找车比较好找 要不然这里实在真的太大 今天我有一个主要目的是Oakley 我们去把它买回来 等下也会拍给大家看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 我们再看价格多少钱 再跟大家说 Lego 我们现在进来到里面了 哇 好漂亮 但是有个重点 我们先去找厕所 我想聊聊 走吧 我们刚才这样短短走进来 已经看到那个 Lenofex 还有Torch Torch我有喜欢一个背包 但是再思考一下 那现在你说要去哪 UGG 那个你应该更喜欢吧 哦 劳力士欸 这里劳力士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便宜 但是这里好像有退水 好像 不知道 我要看UGG UGG要排队 这个是雪靴 我们去波士顿可能会有需要用的 不对啊 你没有靴子吗 我就想看一下雪靴嘛 只是想看而已 我想买啊 哈哈 没有 No 太多鞋子了 为了要去雪地 还特地买了一双 就一次 你应该再买女鞋 在台湾还有可能穿得到 好啦 我们先去官场 如果有机会 等一下再回来看吧 Oh yes 成功说服 哈哈哈 买特斯拉欸 我们去看看 Your Fest Name 我只要登记名字了 直接这样子买 买车这么方便的吗 你喜欢你结贷 你就可以开手 不可能 我先去找Oakley 看看眼镜 因为Oakley在这里买 好像是很便宜的 我们现在进来到Oakley 我们就来看看 有没有适合的眼镜 哈哈 这不适合我 哦 这还不错 那一支白色的 我觉得那一支还蛮好看的 很好看 咦 它是像微星人 第二支白色的 这个像咸蛋超人欸 大家一杯咸蛋超人 好啦 没什么 这个我觉得 在台湾应该蛮享受的 哦 好看 这就是你的型啊 但是我家里其实有一支 这型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红色的 诶 还不错欸 诶 这个也不错 好 我们刚刚从Oakley出来了 那我们有拍了几张照片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那这里如果刚好又有货的话 就可以帮你们带 因为抱手在做团购 这个活动 我是觉得蛮便宜的啦 这跟在台湾买的话 那我有挑几支 我觉得还不错的 有需要的话 就去关注粉专吧 抱手会在我粉专开团购 那我们现在要去看Nike 走吧 哦 还没 要拍这 你不要乱跑 我们既然有那种Nike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东西有没有不一样 超多人欸 我来看看有没有好东西 这我有一双你知道吗 红白的 在家里 我知道啊 好像都没有喜欢的 去搬一下铃马的 不是布鞋欸 你布鞋很多欸 起来黄黄的 这边吐到檳榔汁 今天天的午餐 炸鸡薯条 我们刚刚吃饱了 炸鸡跟薯条 这完全美式人 我们造访了Nike 安德拉莫 现在要爱迪达 哇 爱迪达要排队 可能是今天 林安业的关系 所以今天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超多 从这里上看起来 比较受欢迎品牌 还是Nike 跟爱迪达 安德拉莫 看起来人就比较少了 安德拉莫折扣很高欸 一件T恤就12块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没什么人 不知道欸 可是安德拉莫在台湾很多人爱欸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来到美国 我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亲切 因为我们来的地方都是 比较安全的区域 因为我要来之前 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这里可能会有什么平民区啊 会很恐怖很危险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都还很OK 尤其刚刚在Nike出来 他会跟你急掌欸 然后我们刚刚从厕所走出来 反正就是有一个外国人 他跟我们讲说 耶稣爱你 祝福你们信念快乐 今天的战利品 买了一个背包 很好看的背包 我们现在还要前往下一个卖场 那我们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而且我们才逛一半而已 对 还有另外一半 这个十个门的outlet真的 很大 那还有另外一半 改天再来 太累了 好了那我们先前往下一个点吧 Go 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天第三个卖场 这个算是一个大卖场 我们看到他有在卖游艇 T...T...K...K... Traker Bot Center Bot...Bot是什么 这是游艇船 在一间穿门卖游艇了 那这有Toyota都会卖汽车的 那里面咧 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 我看不清楚好亮哦 outdoor world 入外 露营 对 露营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美国他们卖这些露营的东西是怎么卖 走吧 出发 吼吼吼 不得了 你看一下后面 猪罗季公园 哈哈哈 我的天啊 这个是一个卖场吗 这上面都是羊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 羊啊 路啊 然后上面都是动物啊 还有瀑布 卖车 卖沙滩车 这是哪里去非洲看狮子的 那你夹 那是被狮子咬吧 你看 哦 好可爱哦 据说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它说这个都是真的 标本 的标本 哇 好逼真哦 它是猪 不是熊吧 它是猪 熊在另外一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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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瀑布是真的有东西吗 是鱼耶 而且这个是真的 哇 好酷哦 去二楼看看 这个应该也是真的 这里就是露营的了 在台湾我好像没看过 这么有规模的露营店 还是因为有 但是我不知道 它这个摆设真的好震撼哦 超壮观的 好美哦 这个你在爬墙耶 他在攀岩 这个是那个生存游戏的 这里有真枪来了 在美国好像有枪阵就可以买枪 这好像都是真枪 好 现在的话我要来介绍 枪 为什么变成我拿摄影机 因为我手好酸哦 那我休息一下 我今天拿一等天好酸 这个应该是BB枪 正枪在后面 可是我觉得很漂亮耶 这个是BB枪啦 不要摸到枪就这样摸 哈哈哈哈 刚刚讲话 真的有真枪耶 而且你看 他们的人员部署 重兵都在真枪这里 这种东西我们看不懂 这是猎枪吧 这应该都是猎枪 我都是枪也不太懂 它这里枪的价格 30万 等于30万耶 1000枚是3万啦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来到美国 我目前的心得是 我觉得我算数变超烂 在这里买枪大概5万多台币 我们不能买啊 因为我们没有枪证 而且我们也不能带回台湾 带回去就完蛋了 我跟你们讲哦 想出来这边要买纪念品给人家 就是买个子弹 然后可能分送 一颗给亲朋好友 这个五湯哦 这个千万不行哦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里有很多穿绿色衣服 他说管制子弹 我听我这里的朋友说的 他们说他们对子弹的管制是非常严格 他说有枪 你可能还没办法开枪 反正子弹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枪证如何取得 我昨天有稍微跟这里的朋友聊天一下 他说其实就是上课 那你要有什么良名证之类的 你有没有不良记录 用枪须知上个课好像就有了 那你好像是这里的人才可以 确切的如果有知道的再告诉我 那这里就是生存游戏 这里如果让那个这一把来 他可能会疯掉哦 真的是会嗨翻诶 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间是目前我来到这里最惊奇的 那或许可能是因为他有枪的关系 好那我们先逛了 我们出来又天黑了 今天逛了整天哦 那我们决定要好好回去休息一下 那今天晚上也很多店没有开 那等一下我们就找了吃的 吃一吃 今天要早点回去休息了 那那个交换礼物很晚睡 今天又很早起来 又走了整天 好累 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 三间 超市 还有outlet 我觉得这里真的蛮不错 蛮值得的 而且它的标本 刚刚听在地的朋友说是真的 这好像老板去打的吧 哇 还有枪枪我觉得最大开眼界 这一次来美国 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新鲜的 那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它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报红潜艺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